而民进党团今天是召开了第一次的党团大会 将正式宣布立法院政府院长由游锡坤、蔡奇昌来角逐连任 下午就会到蓝绿白各党团来争取支持 而准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一周内两度赴立法院亲自坐镇 以国会大学长之资向党内的立委们提点 三党不过半的政局之下 党团要更注意朝野间的互动 以利未来行政立法部门沟通 期盼国政顺利推动 人民的狼牌 那我们必须要用港编队 把这个责任扛起来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三党不过半 跟在野朝野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已经不一样了 对整个政策的推动 我还仍然抱有相当的信心 准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选 后二度赴立法院向民进党立委们精神喊话 也许历史会这样记载 在所有的总统里面最喜欢最常来立法院的 就是出身立法院的赖清德总统 个别的委员要有专业的认证能力 深入的论述能力 坚强的作战能力 完成行政院或是总统府 希望大家协助的重大政策 市立法院大学长更是历经超小野大局面的果来人 再三提点新救任立委这件事 民意的变化会更快更急更猛 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掌握民意的变化 而且要迅速的环境民意 赖清德至此晚就离开 尊重国会自主不下直到期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民进党新任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也现身于党团 就国家未来政策交换意见 而这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正式推派立法院政府院长游喜昆 蔡其昌角逐连任 正式配提名后 游喜昆蔡其昌29号下午就会前往拜会 蓝绿白三个党团 但与民众党是否闭门拜会 始终瞧不拢 民进党团总终柯建民先下马威 你到今天还不知道你要投给谁 这党可以关门了吧 这是核心价值 准总统二都夫立法院 请子都军表达对国会的重视 加强行政立法部门联系 不让国会复杂政局 影响未来施政 520就任前 今生做好万全准备 这里是汪远程 蔡云同胡卫伦台北报道